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杂志封面 最新一期南风窗 封面话题是中产迷途 中产阶层啊 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咱们知道的中产阶层呢 是从20世纪90年代 那个春天的故事后啊 开始的 当时指的是这样一些群体 在星巴克喝咖啡的人 出高档写字楼的人 下海经商的小老板 还有外企私企的白领 他们就像是抑郁的东西 陌生神秘高大上 那个时候啊 做一个公司的白领 比做公务员的吸引力 那要大得多呀 中产阶层 它展现出的呢 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 现在十几年 二十几年过去了 无论是政治经济 还是这个社会领域啊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产阶层在数量上 在质量上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按照这个最新的一个标准啊 说这个财富啊 一万美元到十万美元的 才叫中产 这么算下来 我们国家的中产人数啊 得有三亿啊 要知道全球也才不过十个亿 不过这么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却有一点不那么惆怅满志了 甚至啊 如标题说的越来越迷茫了 最早的中产一点零呢 是白手起家啊 依靠实业发家致富的一代 那个时候 只要你敢做 那就有钱赚 可现在呢 变化太快了 以前的办法呀 他不管用了 经验呢 都成了废纸啊 厌倦了做实业的中产呢 将这个资金更多的推向了虚拟经济啊 不过所谓的千万生家 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 就有可能导致系统性崩塌 一瞬间就成中产掉下楼来 中产阶层原本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可不得不承认呢 他们都是聪明人 对许多荒谬的运作逻辑 许多不公的事实呢 他有自己的看法 但有时候啊 出于自保的本能 他就不在公共平台发表意见 甚至啊 屈从于这个游戏规则 以获得安生 这时间一长 他们体格 虽然上健全 但心态早已衰老了 还有一些人 怎么都无法认同自己是中产的 你看啊 日子呢 过得那么艰难 房贷 教育 医疗 种种压力 都累积在他们的身上 透支着他们的健康 有的时候啊 一套房子 一场病 就能消灭一个中产 于是啊 很多中产在拼搏中的变得富足 同时呢 就在进步中感受到了迷茫 看上去中产阶层 你不该抱怨什么 但内心里啊 还是会觉得和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相比 这生活好像是缺了更为精彩的内核 我们回到封面 中产迷途 现实有些枯萎 梦想依然美丽 我就想说那些坚持梦想的人 才称得上是美丽的中产 对于这个西安环卫老工人丁全来说 这些天的境遇啊 有点像坐过山车 因为天气寒人 凑到路边考古 被单位巡查人员发现后啊 遇辞退 但后来呢 又因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清洁公司呢 又做出了撤销决定 让金全呢 重新又上岗了 这个呢 以最近这个追议司法局宣布撤回遭到质疑的文件呢 有一点点类似啊 文件一发布就遭到了要求这个信息公开申请 他立马呢 又撤回了决定 你看啊 小到对一个环卫工人的处罚 大到对司法程序的规定 招令西改啊 似乎有点像翻书那么容易 如果说无知而无畏 那么权力一旦无知 那就更无所畏惧了 你像遵义士司法局啊 他撤回遭到质疑的文件 就是因为对基本的法律常识的无知 所以呢 当地律师协会一旦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 他立马招架不住啊 而西安这家清洁公司在情况说明当中 也表现出了他们的无知 环卫工人丁权考虎呀 但是因为工作之后呢 衣服啊手套啊都已经湿透了 所以啊是凑到火堆边取了暖 就这么一段情有可原的情节 那公司竟然就对此列出了什么 置屋减埋的罪状 可见权力的任性都到了什么程度 表面上看这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但这背后的生成影响恐怕并不乐观呢 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权力的不严谨不顺重 他就破坏了他本该有的公信力 接下来说重庆某新开发的楼盘旁边立了一块轻轨站牌 很多人呢以为这呢开通了轻轨就赶忙跑过来 可找了半天 弄是找不到轻轨的路口 一直等到看清了站牌下边最后几个小字才弄明白 好吗 上当了 宁查这个上面写了什么呀 2017年通车 原来啊 这是开发商为了宣传这楼盘的交通便利啊 就说他呀 离这个轻轨站很近 他就先立这么一个山寨站牌 以此来吸引购房者 一个八字还没有一撇的轻轨车站 让房地产开发商就挽起了穿越 从2017年是活生生的移植到了现在 如此吹工真是不服不行啊 这说起来哈 现在像这样能煽情的这个开发商啊 那真是多了去了 明明楼盘附近只有一条臭水沟 那广告里呢 硬是说成有一条美丽的玉带河 昨天还在小区种下几棵小树苗 广告却描绘成了养巴植物园 难怪有人说 宁信事上有鬼 也不敢相信地产广告的那张嘴 地产商夸大事实 如今已经成了一种职业病了 为此上当的人呢 还争不少 那我们就想问 这种没有一句实话的坏毛病 那究竟是谁给灌出来的呢 如果说监管部门 他能对夸大其词的广告宣传说不 或者在监管的过程中 能够及时的亮剑惩罚他们 他们敢如此夸夸其谈吗 看来啊 开发商立山寨轻轨站牌 那是因为相关的监管 没有上轨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了 山西古建筑物保护的现状 那真是令人堪忧啊 比如当地国宝级的建筑 穿抵佛堂 那是坍塌严重啊 多年没人管过 还有啊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村庙爵寺 满堂壁画受损 修缮措施呢 倒也有 干嘛呀 仅仅是盖上了塑料布 还有佛教圣地 太古原制寺啊 他的大殿 包括他的壁画 去年三月 悲伤大火烧毁了 那一时间 古建筑保护是再次啊 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俄罗斯作家 果格里呢 曾经说 建筑啊 是世界的年建 当歌曲和传说都建末的时候 只有他还在说话 不过遗憾的是啊 咱们这的古建筑呢 是越来越说不出话了 有数据就显示 全国超过20%的国宝级的古建筑都岌岌可危 就拿这个山西来说吧 早期木结构古建筑存量占到了全国的75%以上 也是唯一保存了从唐朝到清朝完整建筑体系的一个省份 可如今呢 这些古建筑命运如何呀 拜 倒 卖 拆 曾有人评价山西的古建筑 说留在当地是命若草芥 走出境遇呢 又雪上加霜 有专家就说呀 目前古建筑保护问题重重啊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在于资金短缺 你像山西湖关县文物博物馆的馆长啊 就说了 古建文物维修资金 它没有纳入到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 只能靠爆皮维修项目 那即便审核通过了一个项目 市里边呢 也只拨十来万 这对于受损严重的古建维修来说啊 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另外 对古建筑完整度的监测体系 包括损坏的防控机制 也不够健全 还有专业人才 培养不足 就使得文保事业啊 后继无力啊 对于古建筑保护 那就需要完善这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否则呀 咱们的古建筑啊 还真就会 谭笑间 强乳 灰飞烟灭呀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21世纪商业评论 文章标题有点长啊 说 米罗的话看起来跟小孩子涂鸦差 差不多 为什么他却是大师年啊 就在昨天 加世德啊 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这个拍卖会 最受瞩目的呢 就是这个胡安米罗的作品 名字叫 雨风的鸟飞向迎树 他的话呀 一般都非常简单 要么呢 一轮明月啊 要么呢 一只小狗 要么就是一些个线条 几个色块 看上去啊 还真就跟小孩子的涂鸦差不多 但专家说了 虽然这米罗的话简单天正 但他的作品啊 由自己的体系异象十足 而且呢 米罗的作品啊 是世界上最难造假的画作之一 好就好在这呀 接下来看 第一财经周刊 文章标题是 今年春节实在太晚了 我们都快撑不下去了 这眼看还有十多天 就要过年了 可就是这十多天 还是总感觉啊 度日如年 因为人们呢 早就把自己啊 调到了这个休假模式了 天天躁动着的是一颗 住私不移 只等放假的心啊 这种症状呢 那就叫 节前综合症 对了 你没有听错啊 不仅节后有症 节中有症 而节前呢 也有 更糟糕的是啊 由于太想回家过年了 他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 比如刷票强迫症 看有没有机票车票 还有年会综合症 准备节目啊 更有年货狂购症 见什么都买 另外呀 一想到过年要面临的种种 又彻底抓狂漏 什么礼品红包综合症 七姑八姨 无敌连环炮 红症都被激发出来了 那想到这些个 整个人就不好了 不过还好 只剩下十多年了 只剩下十多天了 接下来 南都周刊 文章标题 未来世界会有第五大洋 一个问号 原本的这个世界版图啊 有四大洋啊 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北平洋 但是最近呢 有地质学家啊 就预测 说这个随着东非大列谷 继续扩张 未来的非洲大陆啊 极有可能一风为二 中间呢 它会出现一个新的大洋 叫世界第五大洋 这个东非大列谷啊 是纵贯非洲的一个 断层线落带 被称为是地球脸上 最美的上巴 它的平均宽度呢 五六十公里 最宽的地方啊 都超过了两百公里 总面积呢 大约有五百多万平方公里 差不多就相当于 整个非洲面积的 这个六分之一 现在这东非大列谷啊 正处于剧烈活动期 有数据就显示 它呀 每年都在加宽 它的谷底呢 每年都在下沉 未来世界 会有第五大洋 那世界版图 看来 又得要重组咯 好 接下来 我们的节目呢 也进入到了下一个板块 得是杂志图片啊 我们来看一看 紫薇格格林心如 三十九岁生日 小燕子格格赵薇 晒出了和他的亲密合影 两位格格在聚首 网友齐呼 格格吉祥 广东佛港县 在某火山温泉 举办摔跤大赛 这场地呢 是一个西泉豆腐池 里边呢 有将近两吨的生鲜牛奶和豆腐 这场面挺欢乐的 就是有一点浪费啊 这呢 是外出打工的父母和留守儿童的一个合影 只不过呢 父母在打工城市的那一头 孩子呢 在老家的这一头 他们一年见不上几回 眼下呢 又到了新春团圆的时刻 就用这么一种形式 期待他们的团聚啊 早日实现 也祝福返家的路途 能够平平安安 继续回来 这个考试打小超 按说属于作弊行为 但最近呢 这个厦门大学加根学院的土木系 他的考试啊 还允许带小超 不过呢 有规定啊 只限定在一张A4纸上 这个内容呢 只能抄一些公式啊 定理啊 其实啊 考试允许你带小超的 这厦门大学啊 并不是第一个 前末九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人家进行考试改革 说理工科呀 他的专业考试呢 就可以让学生们 带一张这个A4纸 取名叫一纸超 这么一种新型的考试方法 那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啊 有人就觉得 你这是放松专业学习啊 重用集体作弊呀 不过呢 更多的人呢 还是表示支持 你看啊 对学生来说 允许带小超 人家还是有附加规定的 学生 你必须得把自己所学过的知识啊 那个难点啊 重点啊 通通梳理梳理 才能够发现哪些应该带 哪些没有必要带 否则你带了白带呀 像这个学生就说了 为了要这个小超啊 就花了好多天的时间来整理呀 归纳呀 等到这小超打好了都觉得不用带进稿场了 因为那些题目啊重点啊都已经会了 制作小超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复习再学习再发现再巩固的过程 不知不觉呢 加强了学习 另外小超对出题老师其实是一种这个挑战 因为你不能出一些个死记硬背的题目吧 你必须要费心思啊 出一些考验学生的理解能力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的题目 在这呀 我们就想说考试允许带小超 那超的呢 其实是教和学的智慧 有的考试能超 那有的考试啊 肯定就不行了啊 这不托福考试刚结束没几天 有考生就反映说在考前 那考试题目呢都已经泄露了 网上有机构在考前售卖答案 并通过微博微信将这个试题呢 提前发送给有需求的考生 托福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举办的这个英语能力的考试 这托福成绩的高低啊 在很大程度上啊 他能决定你将来读学校的好坏 同时呢 托福的分数与这个奖学金 他也是挂钩的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国家考生的托福成绩能够达到80 那被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录取的机会啊就蛮大 如果能考到100分左右 你还能够申请奖学金啊 而且啊 在国内的一些外企托福的分数啊 他能作为应聘者的一种证明 因为这个托福的含金量比较高 认可度比较广 因此呢 托福考试也被称为是另一种形式的高考 可恰恰 就是这个不亚于高考的托福 竟然今年在考前也出现了泄题事件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前不久的另外一场考试 叫SAT考试 亚洲考区也爆出了题目外泄以及作弊的丑闻 最终啊 很多考生的成绩呢 都被取消了 这一次的托福考试 题目到底是怎么泄露的 还有待调查 不过这几二连三的泄题作弊丑闻啊 已经影响到了中国考试的信誉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考生在美国呀 或者到其他国家去考啊 即便这个托福的分数一般般 录取的可能性 也比在中国参加考试的分数啊 要更大 在这里呀 我们就想说 托福泄题 诚信受伤 你诚信都没了 你还托谁的福呢 大兵冰雪运动学校 对这个来自各地的九年级 包括九年级以下的运动员呢 进行一些基本知识的摸底考试 哎呦 结果乖乖 几十个孩子啊 数学最高分 85分 其他的呢 基本都是得个几分 学校还让35名 六年级的小运动员 写一句 最想对老师说的话 结果呢 只有七个孩子 能够写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记者采访就发现 文化知识的不足啊 让运动员退役后呢 出路过载 就导致一些运动项目啊 声援匮乏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 不少人对运动员文化水平低 已经有一些个心理准备 但低到这种程度 那真需要引发重视 一直以来 维京排论 被钳制到了小运动员的选拔培养环节 于是乎呢 在培养和这个选拔方面呢 那日复一日 夜以继日呢 是只抓运动项目的训练 至于这个文化知识学习嘛 那是可有可无啊 即使有 那时间呢 也没得保证 师资呢 往往不如人意 对小运动员来说 重体育训练 清文化教育 这么一种培养模式 那就是让他们呢 拿青春祝明天 他们从业余小体校 到专业体校 再到专业队 都没有办法 像同龄的孩子那样 接受正常的文化知识教育 到头来呢 我们的运动员呢 还真就可能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因为文化知识的不够 退役后呢 就很难融入到社会 很难再就业 有的是被迫去当搓澡工 洗碗工 甚至呢 街头卖艺 生活很困难 体育啊 他并不是为了只夺金牌 或者是只拼政绩 运动员的培养 说到底 他也是人的培养 先如今 微信呢 已经不单单是一种 社交工具了 它还逐渐具有了 购物的功能 你看看最近 不少人的朋友圈啊 除了晒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还晒各种商品 吃的 穿的 用的 样样不少啊 他还有一个时髦的名字 叫微商 有专家就说了 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啊 这个再加上这个微信庞大的用户量 微商的出现 那是一种必然 不过它呢 存在着一些个问题 那首先 就是产品的质量啊 不太有保障 朋友圈的商品 那是鱼龙混杂 让人无法辨别争伪 那商品唯一的保障书 就是这卖家 也就是这朋友 他的个人信誉 好朋友之间交易 还要什么正规的凭证呢 可是你一旦买到了假货 那也就无从申诉了 其次 就是交易流程啊 缺少安全性 腾讯导也曾经推出过 微店的这个客户端 作为微商销售商品的一个平台 这本来啊 是为了规范这个交易行为 但事实上啊 很多微商啊 他并没有开通这个微店 都是朋友嘛 付款交易呢 还只需要一个口头协议 没有第三方参与担保 参与监督 有的人啊 付完款后 一直等不到货 你在联系朋友的时候 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看来相关部门 有必要对这个微信购物啊 进行相应的监管 对于微商的隐患 那真应该防危杜见 看最新一期的南都周刊 文章标题 作家挣钱多 不是坏事吧 前不久 第九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了 青年作家张嘉嘉 以年版税收入 1950万位居榜首 另外这个郑渊杰 杨洪英 江南 郭敬明 韩寒也都进入了前十名 不过呢 这个榜单一出来啊 一问也就跟着来了啊 你像唐家三少就觉得 这榜单对自己不公平 认为冠军应该是我的啊 玄幻小说作家 树下野狐 他也晒出了自己的税单 来证明自己啊 是富豪榜的漏网之鱼 中国作家富豪榜 在2006年第一次发布 但那个时候啊 作家们呢 都很低调 都不愿意把挣了多少钱 给公布出来 所以呢 调查统计是举步维艰 可是九年之后的今天 全变了 人们对富豪作家呀 多了宽容 多了尊重 上榜作家 他也不会因为赚钱多 而觉得不好意思 相反呢 他们主动或者是漫不经心 用各种方式呢 去迎接财富 你比如作家这个 唐家三少 他的脑子里啊 有一整张清晰的 全版权蓝图啊 小说连载几个月 那游戏的制作呢 就可以同步开始了 小说连载一个多月后呢 游戏呢 就可以上线 两三个月之后呢 就可以改编漫画 你再过几个月 就推出他的相同名的动画 据说呀 他第一次将作品改变成了手游 就立马救活了两家负债的公司 当然了 最终的手段 还是得要拍电影啊 这电影界疯狂的想把钱呢 花出去 然后疯狂的 把这个花出去的钱呢 赚回更多的钱 他们愿意花大价钱 来收购被市场已经证明过的 好故事 你拍的再一般 也会有大批的粉丝买单啊 我们回到标题 作家挣钱多 不是坏事罢 当然不是 真正健康的财富环境啊 那就应该让那些 有思想 有清贵 又有创意的作家 富裕起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中国报道文章标题是 互联网公司食堂 哪家墙 关于吃哈 有一句话说的好 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尤其是在人心异动的这个互联网圈啊 你食堂的伙食好不好 往往决定员工的距离 咱就先说360的伙食 那绝对360度无死角的好评啊 每天三餐啊 全部免费 无限量供应 而且呢 如果你加班 加班到了零点以后 员工可以打电话 请食堂开小照 这值班厨师啊 随时待命 据说360食堂里啊 还有一位千万富好几的大厨 功耗是94号的王师傅 这王师傅啊 不但厨艺精湛 还很善谈 那了几天来 就连你自认口才一流的老板 周红一都甘待下风 更令人羡慕的是 这王大厨师啊 先后四次拿到了公司的股权 这个按照这个股价折换呢 身价已过千万 另外 网易啊 这个网易的食堂啊 那叫一个高大厨 除了三顿正餐 外加宵夜 人家呢 还有下午茶 下午茶 水果甜点是应有尽有 这还没完呢 秉承着为广大员工 谋福利的原则 这公司啊 时不时还邀请大明星 突然来访 来互动 挨着你 一块吃个午饭什么的 惊喜吧 小米食堂 那装修的比较有特点 走的是简洁文艺风 那木制的桌椅 是不是很有一点 复古小清新的感觉呢 至于这个伙食方面嘛 人家比较务食 员工需要吃什么 他就给你上什么 你像巴西世界杯期间 这个食堂啊 全天播放足球 还挂上了各餐赛国的国旗 俨然将食堂 布置成了一个足球场 除了照顾喜爱 看足球的男员工 人家呀 也特别关注那些 喜欢看韩剧的女性员工 韩剧热播的时候 剧中女主角 最爱吃的炸鸡和啤酒 那就成了这食堂的标准餐 互联网食堂 哪家墙 要我说呀 那是萝卜青菜 各有所长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几个瑞词 第一个瑞词 囤衣狂 这说的是喜欢把买来的衣服呢 给他囤起来 隔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穿的人 你像英国的凯特王妃 那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的着装啊 一直都优雅得体 引领时尚潮流 不过呢 这王妃的衣服啊 基本都是好几个月之前 甚至好几年前买的 为的呢 就是要避免引发时尚界的撞衫 由于都是很久前买的衣服 早就不卖了 所以啊 那些想买王妃同款的这个粉丝们 就只能是干瞪眼 囤衣狂 这叫什么呢 以退为进 好 下一个类词 初二现象 这就是指啊 初二年级呢 是青少年身心急剧变化的一个高发期 你像有心理学家就说呀 初二的学生处在心理性的断奶期啊 他们叛逆盲目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所以呢 情绪啊 往往比较容易激动 在这么一个年龄段 他的学习成绩呢 两极分化就很严重了 违规呀 违章的现象啊 也比较的频繁 全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通过调查就发现 青春期再加上留守 就使得初二现象 近些年来更加的显著 初二现象 要我说 应该引起学校和家长的第一关注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多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